接着我要介绍的是我们把我们的揉面杆安装到我们Ostin搅拌机上 首先将我们的拉杆往内侧压 往内侧压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拉杆它是有弹力的 所以我们手拉着我们拉杆之后过来到中间不可以立即放开 它这内侧有弹簧那我们拉杆拉过来之后将我们揉面杆放置到我们的Ostin内侧 再将我们的铁杆往下压即可将我们的揉面杆放置我们的装置内 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拉杆往内压之后 横杆往下压卡住揉面杆之后 卡住揉面杆之后 再来揉面杆它侧边的轨道要压住Ostin搅拌缸 它侧边的凹槽这样即可使用 那再来我们将我们的刮面刀 置放在前面靠近钢盆前侧的孔洞 到底之后将我们的刮刀往内顶 往内顶即可操作 那接着我们要示范该如何使用我们的揉面器 首先我们要做揉面的动作 我们将我们的产品置放到我们的钢盆内 再来选择开关 我们先使用连续操作 往左侧逆时针旋转 登正往右侧 往右侧顺时针旋转 我们到ON这个 它就是连续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搅拌器内侧 Ostin它的设计 它跟传统的搅拌机不一样 它利用搅拌缸的自转 让我们的面团可以在我们的搅拌缸内旋转 那旋转的同时 我们可以利用揉面器跟刮刀 让我们的产品达到打面团搅拌揉面的动作 接着我们要调整速度时 使用右侧的开关 瞬时针旋转 这个时候我们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可以达到我们所使用的状态 当我们要停止的时候 将我们的开关 逆时针旋转 打到OFF 这就可以关掉开关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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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